从小小少年到弦能偶像 他再次出发 让人看到了专重的魅力 无限的可难 二人一脚腾讯李乐白提出 年度商业价值之心 一阳千禧 让我恭喜一阳千禧 此刻杨总的女儿也和同穿杨总 还到了舞台上 千禧在今天2019腾讯娱乐白提出的年度发布会 盛典上获得了三项荣誉 这是属于他的 也是属于在现场 还有在网上守候他的你们的 再次恭喜我们的一阳千禧 谢谢 请我们的杨远程老师到台下双十休息 来的路上还挺久的 见到他的话开心吗 开心 那我们听听千禧在获得了三项这么大的荣誉之后 有什么想要跟你们迫不及待分享的 大家好我是一阳千禧 感谢腾讯娱乐白提出给我这三个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这个荣誉 然后谢谢大家陪伴 然后2019年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收获的一年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千禧 千禧 千禧哥哥你一边上学一边上班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是一般就是反正工作的时候全身心就百分百工作 然后玩的时候就放开了玩 这样两边其实你自己都会平衡的就自动平衡的很好 极致的去投入应该投入的事情上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听 零一后纪念纪要进入二十岁了 千禧你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进入二十岁我还比较期待 我觉得这个算是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我反正挺期待的 不管是过去的十年 还是接下来的十年 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都希望千禧可以好好的加油 给我们贡献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无论是这个音乐还是综艺 还是电影电视剧 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艺牙千禧 恭喜千禧 接下来有请恒讯网副总编辑 我们下来有请恒讯网副总编辑 我们下来有请恒讯网副总编辑